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钞剧教 跟大家分析一个短的 但他的文章是CNN写的 美国之一刚给他翻译成中文 我个人觉得蛮贴切的 就是非常应景的 蛮贴切的 习近平到现在没露面 我不知道其他常委如何 我们看到的报道 看到内容 基本都是没露面 有内容没有画面 所以应该讲 我们讲就是一定中南海出事了 或者说习近平这回怕了 怕到底了 而且他身边没有人了 没有人能够应对他 没有人去告诉他应该如何应对 身边他只剩一个王虎宁 而王虎宁基本就把他当孙子玩了 我觉得是当孙子玩了 而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过 在我听过28号他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那段讲话呢 他应该没有中气 他中气泄尽 他说话是短促的 没有正常人 六十几岁的人怎么可能说话 是两个字停一下 两个字喘口气呢 不可能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的 就是这人完了 完了 应该是这么讲 就是说他内心空了 我们讲男人空了叫什么 通常说叫熬干锅 对吧 就是早跟大家解释了 没事扶着墙的 后顶着腰的 靠着鸡腔板的 这个走路开始打晃的 就前后这么晃的 那基本就是完蛋了 其实他就是没有内心 他的身体里都没东西了 那从外面角度来讲 应该同样他没东西了 我跟你讲 他真正惧怕的概念 从什么时候开始 火神山的名字 火神山雷神山的名字 他起这个名字 他已经完全对疫情害怕了 而且他没有任何应对的能力 也没有任何应对的手段 他只有形容词的堆砌 你要知道 这个火神山的名字 雷神山的名字 是完全复制小汤山的名字 对不对 那复制小汤山 小汤山那个地方自古 老早就叫小汤山 就是小汤山疗养院 对吧 而小汤山谁建的 是王岐山建的 王岐山山上有个名字 有个山子 到小汤山他碰到那了 那他的带挑孟学农 孟学农是他带挑 下台了 那让他去接下来 所以当时的中共的官 让王岐山去接北京城 同样是要照顾姚依林家 俩姑爷 那个姑爷下来 让另外姑爷顶上去 照顾的是姚依林家 王岐山跟这个孟学农 都是姚依林的两个女儿的 分别是两个女儿的丈夫 那王岐山的名字 他就这么叫的 对不对 岐山字我跟大家解释过 有周朝的意思 当时风筝演绎里周 那就叫岐山 那是没错的 据这个 据这个 周恩王的家 七十里地 那他选择了小汤山 那是当时 这个王岐山自己 做出的决定 他的能力 他的出事件的态度 在2013年特意 那哪还给他写了一篇 很长的文章 我原来用过 就是应非典而起来的 这个 而世出发达的王岐山 那你习近平想在 这个武汉去抄袭 小汤山的做法 其实就在照搬 王岐山的思想 但你把 他把王岐山又给废了 对不对 那王岐山废了 现在王岐山 不可能出什么主意 他也不可能 再找王岐山 他习近平 现在找王岐山 他就死到奶奶家了 他立刻就全完蛋 他身边 不会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再替他提携的 所以他不可能 找王岐山 但他又要 他又潜力剧情 他一点本质都没有 他只能去学 小汤山 然后学了一个 四六不通 又从风神演义里 想到了火神 从什么 五行中 想到了火神 用火去烧病毒 那么有病 在水边上用火 对不对 这是命理注定的事情 所以就出了个笑话 你可以叫火神 你可以叫习近平 你叫什么都成 你干嘛连那个山子都带着 当他去复制小汤山 连山子都带着 而那个山却跟王岐山有 挂着钩子的时候 说明他狗屁都没有 他连个狗屁都放不出来了 潜力剧情了 而他边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提醒他 说老大 你没必要去 完全带着山那个名字 你就知道盖这么个东西就完了 你何必要跟他挂钩呢 我们说飞点2.0 那他自己挂上钩的 一切都按照小汤山的概念走的 不就飞点2.0 二次飞点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讲说 这是他怕了 从大年三十二十四号那天 宣布见火神山的时候 就已经怕了 CNN今天 习近平神隐是惧怕 一旦失败推卸责任 所以习近平已经认为 是战胜不了了 所以神隐 神隐推卸责任是他怕了 那推给谁 死多少人他我这个官还在做 我这个主席得当 疫情 那一个月 叫一月末 首次插手危机事件 下令权力严控扩散后 官媒一直说他亲自指挥 但不见人 CNN 有学者认为 一旦控制 控疫情失败 他借此来抛弃责任 来抛弃责任 是为了保护核心人民领袖 那他就是最大的邪恶 对不对 那在今天的背景之下 这个这个李文亮的死的 要求真相背景之下 他势必就成为真正被打击的对象 这个这个是这个是非常有可能 含有缺席 头版头条 也没有在中央电视台露面 危难时期走在最前面 这是通常国家领导人的做法 而习近平却神隐 那人们在社交网站上提出质疑 却被删了 那国外艺人士 那各种揣摩都有 过去八年围绕习近平一个人运作 即使他远离公众焦点 自然会引起讨论的 这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我以为是他 是他就是那样 缺少所有的能力 而目前的这种消失的概念呢 又有可能是被假空的概念 就是讲中南海内斗呢 已经引起海外的所有人 大媒体的关注 而这种内斗的本身呢 习近平本身又被蒙在鼓里 就当傻子玩了 我觉得就当鼻子甩了 当傻子玩了 推测 退出焦点 让其他官员在危机中 成为被责怪对象 推下责任 宣称控制疫情 但实际已经陷入了苦况 那习近平是最强势的领导人 凭借绝对权力 集中控制的方式 给他带来重大责任 令他特别脆弱 是 我个人觉得 这些都是相生相克的道理 他已经脆弱的 连他自己都把控不了 我连他自己 因为他的绝对权力 他的做法促成了 没有任何人会在他身边去谈出 去跟他交代任何真实的状况 所有人都在去迎合他的想法 迎合的本身 他就成为了傻瓜 因危机而落马 数名官员提出辞职 但病途扩散到世界各地 那辞职不足以平息重努 那李克强 或别的紧张 多数分析李克强 大权旁落被习近平夺走 扮演着礼仪的角色 但这一次他推到前面去 亲自到了武汉 那这个文章就写的比较滞后了 他推到前面到武汉 他露了一天的面 习近平第二天就不干了 27号露面 28号习近平就不干了 而不干了本身呢 却把自己陷入到一个 矛盾的中心危机的焦点 所有人打击他 嘲笑他 网民猜测李克强回去后 是否会被隔离 上述推论属实 他就成为替罪羊 王沪宁控制官媒的无形之手 不是无形之手 是王沪宁 习近平控制官媒的无形之手 实际是王沪宁 而王沪宁控制了官媒 同时控制了习近平的思想 所以真正这个权力的 真正的核心不是习近平 是王沪宁 现在中共的一切同样是这个 所以在一旦出事情之后 我们将看到 王沪宁 江泽民 曾庆红 习近平 这一条线 整个这条线是崩溃 而如果这条线崩溃的话 共产党就瓦解了 支持这种推论 习近平呢 是幕后 盈盈益役负责监督指导 没走到前线 工作失败 他与直接关系甚少 那所有人都讲 那会逼的人杀掉他 逼的人对他提出质疑 中瑞 中国问题专家 中国政府可能还在积极评估 那习近平什么时候现身来比较恰当 这不是中国政府 因为他中边没人了 这只能是王沪宁评价 如果王沪宁认为 就说他里面牵扯到中共内斗了 李明璋 毕尔毕少普 这是一个经常讨论中国的问题 他自己写的 党员的宗教任务之一是保护习近平 人民领袖会希望被视为亲民的 但现在呢 风险太高 戴口罩呢 让人产生厌恶 所以无法走到前面 交给了不重要的官员 比如是李克强 当他无法走到前面的时候 他在自我的弱化 他又不甘被自我弱化 那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个人觉得 关键的问题就是怕了 而不是戴不戴口罩的问题 根本不是 应该 我个人依然认为 应该是中南海内部出状况 有人染了病了 然后各自分割了 分割办公 而分割办公又带来了巨大的 这种猜疑感 这是他习近平 宣传习近平掌控 成功战胜病毒 但负面太多 医生被迫不能讲的太多 记者被压制报道 必要的报道正面的故事 好让人民不要绝望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李文亮 今天的这件事情的爆发 到现在这种 这种人们的愤怒 就可以看到那种 就看到这一边 在中共宣传的背景之下 欺骗背景之下 人们的那种愤怒之情 在隔离疫情挑战人民忍耐力之际 当务之急是维护社会的长期信任 优先展现政治稳定跟正能量 那令那些努力争取资源或者治疗的故事 这是他这么说的 但是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他这篇文章出来的时候 还没有李文亮的事情 我相信当他看到李文亮的事情 在媒体上引起这样的风波 引起这样的注意和引起这样愤怒的时候 他的文章可能就有所改变 但他确实讲出来了 习近平怕了 而且是个极端自私的小人 是把所有人视为 可以任意抛弃的东西 这个国家只有他一个人 而他顾忌到的一切只有他自己 这是非常典型的 中共体制之下高级动物的表达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